由於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和俄乌戰爭引起的原物料的上漲 所以國內的雞蛋供應大幅的減少 因此政府就採取了專案進口的措施 這個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補足缺口 保障農民的權益 然後使得供應不遺缺乏 在這段過程當中 我們這個政策已經達到的目標 顯示專案進口的政策是必要的 當然在這樣專案進口的過程當中 由於這是我們第一次大規模的緊急的從國外進口 所以在所有的進口的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所舒適 而且造成了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在這裡向社會大眾 還有所有的人民表達我的歉意 我想我們會在這裡好好聆聽社會大眾的建議 然後政府一定會來改善 未來所有專案進口雞蛋的措施 來確保每一個人民都能夠看得到 買得起而且吃得安心的雞蛋的供應 在今天的立法院的專案報告當中 我也會來看這個所有的立法委員們 好好地溝通向他們請益 而且我會表達政府在各方面改革精進的措施 在這些改革精進的措施之後 我相信我們雞蛋的供應會更加的平穩 淡價也會更加的平穩 而且食安能夠得到確確的保障 謝謝 在執行的細節有不周的地方 我想我們農業部我代表農業部 也向所有的大眾做致歉 因為我們會後續我們就在今天的立法院 直覺院長的報告裡面 也會提到相關的一個精進座位 因為我們農業部在農業部所督導的中央序長會 在跟這些代工業者本身的一些標示的座位 那我還是再次強調 我們所提供的這些代工而造成錯誤的標示 都在我們的相關的付出裡面 並沒有釋出 農業部是不是先前後奏 不然就直接跟業者說去標示台灣 我想這不是 這整個是因為對法規 續展會對法規上面的一個誤解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誤解 我們昨天有對外解釋 但是執行面我想我們會深刻的一個檢討 去做這樣的一個精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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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